反正就是它的规则,应该可以理解 它一定抓哪个字开始的话 反正就一定从第一个字,这个字一定是第一个字 那后面下面这个字的位置的话 这个应该是第八个字 所以八个字的话其实就是本身的1 1加上7的一倍 所以这个关键应该是7乘上一倍 下一个的话就是乘上2倍 再下一个的话就是乘上3倍 那这个倍数跟列数刚好相差1 所以你想说,老师你这边为什么要减1 主要的原因是说 我就会根据这个地方的规则 把它刚好配合它需要的位置 把它组合成一个需要的公式 所以接下来如果希望我要放的方式 不是这样同一栏 而是希望可以先放一个出线 然后下一个的话不是在下面 而是在它右边 变成两栏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规则又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假设 我希望类似像刚刚的方式把它变两栏 第一个当然我们一样用MID 然后去抓长恨哥里面的这个位置 A1 因为它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所以建议是在A1前后都加上前的符号 这样锁住就不会跑掉了 再来的话最后一个参数一定是7 反正一个储存哥一定是7个字 固定的 那会改变的地方应该是在这里 哪个字开始 所以我理论上一定是从第一个字开始 后面的话是加上它需要的倍数 那所以我如果很像 因为我需要先向右一栏再向下 所以我先抓好 比如我现在A1的话 当然你如果是A按确定 你会发现向右的话每个都是什么 都是第一个字开始 不对啊你应该是当我是第一个出线格是第一 可是向右拉的时候 那要能够让它做出一个效果 就是让它自动呢 去加上什么 加上它的7的倍数 所以加上 那什么时候 向右拉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函数 COLUMN 加小瓜糊 这个刚刚有讲过 Column意思 你如果向右拉的话 它原来在第一栏会是1 可是你向右拉的时候它会变成2 向右拉 再向右变成3 它会一直跟着你的栏加1 自动会加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先把它剪掉 因为它原来在第一栏 所以剪掉之后 然后呢前后一样先加瓜糊 也就是先把它归零的意思 因为我第一次不要加7的倍数 所以乘上7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等于是这个不加7的倍 再过来就加7的一倍 有没有 当然再过来就变7的 可是问题我只要量 所以其实 等于是只会用到1跟2而已 按确定 好 你会发现向右拉 会不会变成下 有耶 有耶 有没有 然后呢 但是如果你现在假设向下填满的话 如果你就向右再向下 它会出现怎么样呢 奇怪了 为什么每一个都 我向下一列 为什么它并没有往下 再去找下一个资料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呢 我们现在公式里面 并没有要它根据列 继续再往前去找其他的 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再配合一个叫加 再加上Row这个函数 小瓜糊 然后Row的话呢 会取得你现在在哪一列 那哪一列的话 你会发现一列 基本上7个字加7个字 14个字 那可是你现在这一列 是不加7的14倍数 所以一样先减掉 先把你目前所在这一列 先归零 好归零之后的话呢 再去乘上 你要需要加的 因为其实加的 加到后面 就是在乘上 怎么办 你这个里面有几个字 如果14个字 你就打14 所以未来 如果你假设是 2蓝14 那如果3蓝 就21 如果是4蓝的话呢 那就28 意思类推 有没有 所以后面这个数字 其实指的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横向列 总共有几个字的意思 OK 那这样就应该 理论上就完成了 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没问题的话 应该向右 应该OK 向下的话呢 应该OK 那理论上 因为它总共有 到60吧 60 所以我把它往下拉 如果拉到60 是OK的话 那表示应该是没问题 对 这个止恨明明不觉 那最后这个出来的话 那表示 我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正确的 所以 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 这个Colin跟Row 这个一蓝 然后变成两蓝 那这个做完之后 上个礼拜好像 我们有讲到一个 就是 就那个 把它变成VBA 不过这个变VBA 难度会比较高 因为我如果今天希望 一样 当然我们上个礼拜是 变化比较多 不过我们今天少一点好了 我们就是改一下 改成就是说 长恨哥的两蓝 跟一蓝 还有清除 所以我希望 按下它 它自动帮我把 长恨哥 放个两蓝 那如果蓝宽不足的话 你把它拉宽一点点好了 比如拉宽一点点 那这个 其实两蓝而已 这个可以把它拉过来一点点 不要放那么过去 好 按下这个地方 就出现什么 把这个名称 可以改一下 那请各位试试看 想想看 如果上个星期的VBA 我希望得到 这三个按钮的结果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